但他現在就想問他可以每個月為小朋友儲大約五千到一萬元的投資 應該怎樣操作好呢? 其實呢,很坦白說的 如果去做一些很長線,還有你會每一個月或者每一季的供款 其實,當然我會覺得最安全的一定是供指數 指數會比過股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選擇過股,那不是不好的 過股,但是你會預料到風險會大一點 因為你有機會看錯的,是不是? 變成了,其實你會聽到,其實我是兩樣都有做的 只不過是指數,我是選我自己公司的指數 然後我自己過工,我就選Tesla 其實我想說,迪士尼都是其中一間,我自己覺得 一隻你長遠來說,是沒有什麼天花板的公司來的 短期我不敢說他做得好不好 因為始終現在他還是 還在差勁 就是那個表現我覺得他還是 受著大家在想Bisney Plus那些影響 但是為什麼這間公司呢?我自己的長遠是沒有太大天花板 是可以去考慮是不是做長時間供款的東西呢? 其實因為我,其實很簡單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我記得美國的教授說 如果你們什麼股他都不懂,你們買迪士尼吧 因為,迪士尼是接近,如果你不計算他的拍片那些 其實他的成本很低 根本是他只要做到一個卡通人物 他就可以做到身邊很多不同的產品 是不斷重複重複,兼且 你從小到大,你 我相信大家,雖然大家都可能會看什麼卡卡卡那些 但是沒有人會,就是沒有什麼小朋友會不懂Makini的 嗯 是的,就是那種荼毒 是的,所以呢,其實這句對白呢 真的已經是在我以前零幾年的時候 已經是聽到這句對白 那你見到其實過去那十幾年 二十年了,是不是?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是他容易轉身 就是他的業務的性質 就是你長遠來的,你的業務性質容易轉身去賺多些錢 我覺得是一種有得想的公司來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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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